好 接下来关注的是中国林立的外交攻势 中南美洲一向被称为美国后院 中国大陆现在积极深入触角 当然是推销一带一路 那么成功在拉美的33国当中连结了超过六成 也就是21个国家投入了1300亿美金 进入这些国家当地的基础建设 如果算一下2005年来 借出了123笔超过1360亿美金的贷款 所以是中南美洲最大债主 2024年北京当局积极的发工 外长王毅新年到现在已经去了四个国家 他到了巴西跟亚买加 从经贸政治加强连结 我们来看一下他总共扫过的地方 以及王毅的下一站 2024年才刚过半个月 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已经马不停蹄 完成了非洲四国的访问 周四转往南美洲与巴西外长维埃拉 进行两国第四次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 这是相隔近四年半 双方再次开展同级别对话 来推进双边关系 而这个遥远的距离如今正快速拉近 巴西总统鲁拉去年四月率领200多人的 大规模商业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 去年全年巴西更有高达1058亿美元的商品 卖到中国 不但占了巴西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 更带来大量入超 总计巴西去年近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有超过半数是由中国贡献的 而这些巴西商品也对北京当局积极扶持的 电池等产业带来不小的帮助 中国与巴西还在石油炭刊开采上积极合作 例如中国国企中国海洋石油就与巴西合作开发油气 去年双方在距离里约热内卢约180公里的全球第三大 沿下超生水油田合作项目已经顺利投入生产 同样是国营的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则准备 今年在中国开设一家子公司拉近彼此关系 巴西并不是中国唯一加强合作的南美洲国家 不论是去年九月在北京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展开第十次会面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 或是去年十一月在旧金山APEC峰会 与习近平展开场边会谈的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 北京当局都伸出双手热情拥抱 同时也透过一带一路倡议 把自家基础建设推向拉丁美洲 例如这座由中国国有企业中原海运集团 投入13亿美元 在秘鲁首都利马北方约80公里 打造的前凯深水港 经过五年多建设后 首批四座码头准备今年底正式投入营运 未来若完成总共35亿美元的整体建设规划 有望以15个码头和一个工业园区 成为南美和亚洲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之一 除了国营企业加强参与南美洲的基础建设和开发 独霸全球的中国电池制造大厂宁德时代 周三也与南美洲玻利维亚政府签约开展锂矿合作 当前全球锂矿储存量 前四大国家是智利澳洲阿根廷和中国 玻利维亚虽然没有入列 但当地乌尤尼延昭预估可能运藏2100万吨的锂 若属实将成为全球最大锂矿 因此为了加速乌尤尼延昭的炭刊开采 宁德时代与当地国有企业共同投资9000万美元 设立一间采取直接提炼锂技术的试点工厂 预计两年内建成 初期年产量预估是2500吨 去年中玻利维亚曾宣布 中国和俄罗斯将投资14亿美元 在当地开发两个锂矿 这回领得时代的设厂进一步强化彼此各方的合作 就像俄罗斯外长周四在外交工作年度总结记者会上 重申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快速发展 两国关系正处在历来最好时期 王毅这回除了访问巴西 还将前往雅买加 把触角深入这些过往和美方交好的拉美与加勒比海地区 更把中方全力加强与南美洲国家合作发展的姿态 进展无遗 TVBS新闻综合报道